自我介绍下,我是1997年的,初中毕业就没读书了,干部酒店,学过挖掘机,最后都放弃了,家里介绍了一个技术活,每满18周岁,就和我的师傅去学一门技术,刚去学2014年吧,因为我的师傅和我亲戚认识,所以刚进去就给了3500,那时候发工资是很开心,马上就和家里说了,那时候每个月只用500,不抽烟很少喝酒,给家里3000。 那时亲戚家人都夸我好孩子,第二年工资就变4500,第三年5500,后来我出师了,自己出去干,给了7000,后来到现在的9000,23岁9000工资,在农村家庭也算可以了。 我在2017年买了个车,自己拿了2万,家里给了5万,首付了一辆车,那时亲戚都夸我,好孩子,真不错,朋友也很羡慕,因为这个年龄,买车在农村也算可以了。 其他的同学都还在读大学,刚买车不久,朋友部队当兵回来休假,一起聚聚,唱歌,朋友叫来了一个女孩,也就是我的前女友,我们认识了。 第一眼,她也很喜欢我,我也喜欢她,聊了一个月吧,我们就恋爱了,也算初恋吧,她想要的,我都满足她。 那时,就感觉工资不够花了,买手机新款苹果直接买,因为感觉她是很不错的女孩,能满足的都满足她。 慢慢地使用上了花呗,借呗,那也没事。 提前用了,发工资就还上了。 就是一年下来没有钱,日子也是很美好,很开心地过着,下面说说我是怎么样碰上网赌的吧。 日子还是每天上班下班,因为我在外工作。 开车回老家一小时吧,女朋友是老家的,也不算异地,想回去下班就回去了。 接触网赌时间都记得很清楚。 2018年6月30号下午,再看新闻,无意中看到有人中了一千多万,给同事看了。 说运气真好,这辈子不用打工了。 后来就想自己也买张试试,我知道尸体店可以买,手机上也可以买,那时就想着手机上方便一点吧。 就在手机商城搜索彩票两字,一下子挑出来了好多。 想着越前面越正规吧,就下载了第一个。 下载下来一看,怎么有大小单双,快三,啥的一大堆,随便看了一下。 还有充值入口,看了一会,也看懂了。 充了五十进去,我就瞎买,买双五元,变十元了。 没到半小时吧,里面有一百多,我提现,绑定银行卡,三分钟到账。 心想,每天赚五十,一个月都一千五百了,越玩越大。 每天赚两三百,之前吃饭都是厂里包吃住的。 每天下午两三点,我都赢两三百。 和同事说了,别吃了,我请。 那段时间很少在厂里吃晚饭,真的很开心。 工资才二百多一天吧,连续赢了有将近半个月,赢了我就还点花呗。 借呗,很开心,一算赢了有一万多。 呃,梦来了,因为后面都是一两千的充,岂不就是一百? 一千,没了,两千没了,五千没了,一天输了八千,有点怕,停了几天。 想想还是赢的,至少吃了花了,神出鬼没的,停了几天又碰上。 我借备有一万二额度,卡里就两千不到吧。 卡里的钱输完了,借备五千,七千,一小时不到一万四枚了,大双大双一个两千,不敢看。 我用手挡住,六,六,一,小单,那时还是上班,知道多绝望吗? 十个数字,只有来意才通赔。 怕了,赢得输完,还输一万,可能对你们来说,一万很少,对我那时已经很多了。 我没有问朋友借过钱,下班了,不甘心,一个兄弟在部队当兵,随便问了下。 他不抽烟不喝酒,有点存款,我说有点事,直接借我一万。 直接上一万,两分钟没了,怕了,和家里说了,我爸没有骂我一句,说这东西怎么会信的啊? 两万,我就说两万,让我下班回家。 明天去银行给你,两万,我爸半年的工资。 我第二天请假了,拿着钱,支付宝还了一万二,真的,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。 一有钱就忘了那种怕,想着赢两千,把我朋友的一万还了,充了三千,五分钟没了。 因为那是一分钟一期的,五千,也没了,真的很气人。 一万二,结果一样。 两天,四万二没了,没敢和家里说了,后面才是大爆发。 那时知道信用卡,但是没有信用卡,就百度搜索怎么办信用卡,支付宝就可以办理。 第一张中国银行额度六千,问有信用卡的刷卡机怎么刷卡套现,想着每天赢三百,加上工资,三个月就还清了,也就想想罢了。 赢了不肯收,六千,两天也没了,加上家里给的,五万了。 女朋友一点都不知道,还是往常一样,赢了给她几百,陆陆续续办理,又办了四张。 因为年龄问题吧,额度都不高,加起来一万八吧,就一直套着用。 总是这样,我这人很容易上头,不管输多少,只要输了就不甘心。 那天刚好放假吧,在家又碰上了,一万八剩下最后两千。 直接两千大单,变七千二,我算了下,买大双大双,我比较喜欢买大。 一个两千四百,刚好不输钱,不敢看。 第一个数字零,第二个六,完了。 彻底完了,只有来八,才行。 真的是八,中了就输两三百吧,可以收了,想赢几百不来了。 结局都知道,八把不中,七万负债了,冷静了一晚上。 打算彻底不碰了,一年白干吧,因为这些钱,每个月都要还。 冷静了一晚上打算坦白,一晚上也没睡,当时在家也没敢说。 休息了一天,迷迷糊糊去上班了。 打算回厂里再坦白,之前不是面对面坦白。 那时也看类似借赌吧的文章,看了好几天,明知道是假。 看着那些书几十万的,几百万的,有这么多钱干嘛还赌。 想着自己也就七万,挺欣慰的,也没敢打电话。 下班躺在房间,和爸说,爸我又完了。 办理了信用卡,支付宝借了钱,一共五万。 我爸很久没说话,给我回消息。 儿子,以后千万不能碰了,那是赌博。 这次没有回去,问我要了账号,直接去银行柜台,给我转了五万。 我知道家里没钱了,因为我爸和我妈离婚了,家里前几年刚盖了房子,花了五十多万,这也是这两年刚存的吧。 我发誓,再也不碰了,钱拿来,确实还了。 都还了,APP卸载。 网赌再次告一段落,三个月没碰吧,信用卡五张两万四额赌。 用了几个月了,加起来有将近四万,戒备一万八了,反正还花花。 发工资还进去,也不缺钱,可怕的来了。 这已经是2018年9月中旬,两个多月吧,七万没了,也没负债,家里都给补上了。 有一个同事,在我没有接触网赌前,他就一直在玩股票。 这东西我不信的,觉得就是坑,炒股有风险,流传的话。 突然有一天给我看,哈哈,今天赚了八千,连续给我看了三天,两万多。 三天两万多,我心动了,我下班去他房间找他,因为他工作确实认真,厂里也归他管,很信任他,他就在我的隔壁。 他说不是股票,类似股票,期货,我说我也玩。 我没和他说是信用卡套的,他劝我不要玩,我不听,没事,大干一场吧。 信用卡五万,支付宝借备,家刚发工资两万,七万,他有十五万。 知道这赚钱的速度吗? 钱在里面,我也不懂,打开笔记本,这钱几千几千往上涨。 没一会时间,赚了一万多。 天,听他说什么杠杠啥的,趋势表升降,升降降降,中间不多说了,一共二十二万,一小时不到没了,聊了一会。 也很尴尬,我说没了就没了吧,也没说啥。 有朋友想说被坑了,这确实没有。 他也亏了十五万,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,十五万没了。 第二天还上班,我直接请假,怎么办? 什么概念,十四万,哪来的胆子,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。 于是走上了欺骗的道路。 我姑妈家有钱,拆迁了,和我姑妈打电话。 我说,还有六万车带响给一次性还清,省点利息。 利息就要九千多,刚和他说,就和我爸说了。 说我肯定骗人的,一下子就拆穿了。 好了,实话实说吧,姑妈借了六万,也好好和我说,以后别再去乱弄。 这么年轻,这钱不及,慢慢还都没事。 我姑妈也从小对我非常好,就是一次次欠了钱就被还上。 还进去这钱始终在我信用卡里,都是隐患。 一还清,就欠几千块钱,一还上。 我就当没发生过一样,一点都不知道当时的痛。 期货我不懂,也再没碰了。 和往常一样,虽然十四万没了,但是都不是自己的钱,不用每个月还。 过年了,2019年了,后面二十三个月吧,也一直什么都没碰了。 过年和朋友打打牌,打牌结束后,看到一个朋友在玩棋牌,一问。 是百家乐,那时看他一会功夫,赢了好几百。 羡慕了,我问他怎么玩,就说点数加起来九点最大,零点最小,各回个家了。 晚上躺在床上,微信问他APP能给我吗,他给了。 让我小玩玩,我说行,因为打牌数了几百,就充值了五百,压五十重,五十重,一百重。 一会功夫便一千二百,提现一会也就到了。 心想还打什么牌,又复赌了。 开始了百家乐,那时候戒备已经两万,信用卡有五万多,加起来有八万,中间就不说了。 越玩越大,岂不就是嫌五百,一千,几把就能赚几千。 赢了就会所,酒吧按摩,吃饭。 说了就借,2019年四月份吧,信用卡借呗,花呗都套现,八万多没了,真的不敢和家里说了。 已经给我十三万了,加上八万,二十一万。 那时候已经对负债没什么概念,多几万都没感觉,一点价值观都没了。 现在每个月都还不上信用卡,都一样,网贷录开始,那时候都是很白的白户。 基本都能下款,赢了就花,输了就输了,问朋友借,到处找理由借。 难听点就是骗,网贷加起来有六万,也输得精光。 前面说到当兵的兄弟,关系很好,后面借了三万二,目前欠他四万二,朋友加起来有三万五,那时已经快到2019年国庆节了。 真的扛不住了,朋友加起来八万,网贷都逾期,六万多不算利息。 信用卡支付宝八万,加上家里给亲戚借的十三万,一年半时间三十多万没了,还不算工资。 陆陆续续也借不到钱了,一分钱也没还,也停止了,没钱完了。 到了2020年快,放假过年了,那时候还没有疫情这个事,我真的打算好好做人,和我爸又坦白了。 我爸哭了,朋友那亲戚那不急,我爸说去贷款吧,让我签字,农村信用社,十三万。 贷款很容易下来了,网贷协商了很多,给了一点利息。 还了六万五,网贷没了,因为余期也借不出来了,借被余期了很久,都还了。 现在,也给我关闭了,其他都还信用卡,真的想着彻底借了。 因为疫情,三月一号开工,被隔离了,神出鬼没,又玩上了百家乐,中间都不说了。 信用卡还进去的三万多也输完了,目前负债信用卡六万,亲戚六万,朋友七万,中间还过,又借了。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给,银行贷款十三万,网贷还了。 没有一个可以借出来了,都余期了很久,就在刚才信用卡最后三千被我输完,目前负债三十二万。 车贷七月份就还完了,家里给的,加上这两年工资,输了有五十万吧。 负债三十二万,一年也就十一万的工资,该怎么还,想了很久。 今天鼓起勇气,想表达出来,让更多的人看到赌博的危害。 很多人说我还会赌的吧,不会了,我说的比较啰嗦,不知道怎么表达内心的感觉。 但是这些都是真实的,想想自己才二十三周岁,虽然需要好多年,但是不借赌,这辈子都死在赌里面,真的不能毁了自己的前程。 还没结婚,慢慢还肯定能还完的,打算四年时间,还清债务,好好生活,从此再不碰堵。 两年不到,五十万没了,借了,才会有美好的生活,加油。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,有得到一点启发或帮助,视频下方超级感谢,点赞订阅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